OBAKU 手錶 今天詹姆士要開箱的是 OBAKU 的手錶 我們先看看它的外盒 這邊是它的型號 這是白色的盒子 塑料盒 感覺還蠻精緻的 把它打開 這是OBAKU的品牌 它是丹麥的牌子 可以看到鎖錶 鎖錶 好,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這邊是它的保證卡 看一下這邊 是它的保固卡 看一下這邊 有它的說明書 有它的說明書 有沒有教你如何打開 跟調整它的錶帶 它提供兩年的保固 它提供兩年的保固 因為它有很多它們 封用幾個 我們要填製它們 我們要填製它們 這樣會不會有 你們要填製它們 多完整個 我們要填製它們 這是通用的說明書 大家都可以想使用 所以有很多形式 那這邊他還有附一張小張的 這一張的 說明應該就是for這隻手錶的 這是他的型號 好,來看一下錶的本體 這錶還蠻亮的 那他的錶袋是米蘭袋 他當初會買這個也是因為米蘭袋才買的 因為米蘭袋看起來很有質感 還是可調式的手錶 這邊再拉開 那要調長短的話從這邊調 這個地方把它撬開 就可以調長短了 不用再裁錶袋 那錶袋合起來呢 這邊有勾長,要勾住這一根 勾住之後往下扣 這個再扣上來 這是Double Secure 才不會手錶突然脫落 好 看到這邊,錶袋這邊也還有他的品牌名稱 好,這邊是顯示不鏽鋼 Standless 好,看一下錶背 我們是可以不肯定了 還是可以不肯定 我們在台中心裡 都要拆開 好,戴起來像這樣子 好,戴起來了 好,戴起來了 就到這邊,謝謝收看